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还做过这么多事 插男明星鼻孔摸大腿 空降男友粉丝群要求大家也要喜欢他 对克金粉使其上热搜遭网报 更有被包养多次堕胎等传闻流出 多次被骂上热搜 那么杨子从一无所有到如今的顶流 到底是靠实力还是背后正有隐藏的不为人知的秘密 胡辣汤和吃蛋糕故事 说实话 这次杨子吃蛋糕的这个故事 完全是他自己遭到了反噬 张小涵刚开始说要爆料一个顶流的瓜 预热了一两天 结果没想到是杨子和刘学义在生意里聚会 他们吃了同一块蛋糕 接着杨子和刘学义纷纷发文澄清 说他们是参加了生日聚会 没有吃同一个蛋糕 而且杨子还特地放出微信聊天以正清白 大家都在骂张小涵 赶紧去找个场子上班吧 然后杨子的粉丝也在一直私信骂他 大家肯定都会下意识地相信杨子的话 觉得人家明星都已经成亲了 你也不必要特意陷害人家 第二天被骂到很惨的张小涵 决定放出高清视频 证明自己没有说假话 然后在视频里 大家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 刘学义先是喂给杨子吃蛋糕 然后又自己吃了一口 这可算是史上最快的打脸了 杨子和刘学义的标签 也要加上一个虚假澄清了 往后他们说的信任度都要打上几折了 如果他们俩都单身 在聚会上吃同一个蛋糕 大家也不说什么 但是他们非常眼睛凿凿的 同时发微博说没有吃 当时我作为一个路人粉 看来我是相信杨子的 我觉得一个女明星都这么说了 那肯定是真的 肯定就是没有吃了 后来有网友分析 杨子为什么会下意识地 澄清他们没有吃同一个蛋糕呢 那是因为她在几年前用的同样的手段 伤害了一个小女孩 那就是张雪莹 当时杨子和秦俊杰正在谈恋爱 可谓是非常的恋爱恼 不仅发合照大修恩爱 还空降秦俊杰粉丝群说 希望大家也能多多喜欢自己 此前秦俊杰和书上拍戏的时候 杨子特地发文内涵 然后配图是戴绿帽子自己 接着发微博说自己做梦了 梦见自己的男友和同剧组的女演员谈恋爱了 接着秦俊杰和张雪莹拍了一部偶像剧 在现场有很多群演 还有摄像人员 化妆师等人都在那里 然后张雪莹为了避免麻烦 就和秦俊杰在那里用两个勺子 在同一个碗里面喝了胡辣汤 一下子舆论尖头直指张雪莹 大家都认为她太没有分寸感了 可以说这件事情 对张雪莹事业的打击是非常致命的 从此她的资源便不怎么好了 正是她实在是太清楚张雪莹的下场了 而她如今做的 那不就是和张雪莹一样的事情吗 但围绕在杨子身上的黑料 绝不仅仅是这些 16岁的杨子曾因为一条项链 差点搭上自己未来的前程 2008年 杨子签约了杨子旗下的聚力影视 此杨子就是黄胜一的老公 这位金主爸爸对杨子一见如故 随即就放出豪言 要将杨子捧成巨星 彼时的杨子以为好运 砸到了自己的头上 但这却成为了她噩梦的开端 该年11月 在姊妹生日当天 杨子为了表示自己的重视 特地花重金为姊妹举办了一场生日会 还亲自为她戴上了一条闪闪发光的钻石项链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没想到半年 姊妹就宣告与聚力影视解约 不由的让人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吃瓜群众推测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杨子不堪入目的资源 在清约期间 杨子几乎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 如果继续待下去 显然很难有翻红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 杨子签约聚力也将自己推入了舆论漩涡 有好事者揪着杨子给她戴项链这件事 造谣两人关系并不简单 更有甚者表示 杨子是不是被包养了 但这些造谣者根本就没想到 当时的杨子还只是一个未成年小女孩 虽然她也曾亲自下场澄清过 但网友似乎都被谣言蒙蔽了双眼 受到舆论影响的杨子 一时间口碑与人气大跌 加上宋丹丹之前 也说过她的长相不适合吃演员这口饭 自信心受到打击的杨子 更是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无戏可拍 不过幸好在表演的杨子没有放弃梦想 一心磨练演技的她拍了多款暴剧 其中她和肖战拍的现代情影视作品 余生请多指教 被许多粉丝喜欢 两人在剧中出演过一些亲密无间的动作 让肖战王一博的CP粉丝 博军一笑心里产生了不满 随后在网络上大肆诋毁辱骂杨子 甚至连杨子的家人都被牵扯了进来 该网友博军一笑 在网络爆出一份最离谱的消息 表示称杨子曾打台三次 并且目前也是有孕在身 还调侃到 娱乐圈马上就会迎来一位新生儿 等等各种话题 这才让一直强忍的杨子 不得不出面发布催告函追责 随着杨子发出的律师函 网络上虽然有些辱骂留言被删除了 但还是有一部分网友仍然不消停 也有一部分网友留言表示 支持杨子的行为 让网络上的这些造谣者黑粉 为他们的行为买单 而除了这些绯闻 杨子与那英的恩怨也值得细细品味 在综艺《蒙探探案》里 那英和杨子就气氛微妙 甚至那英对杨子的评价是 这丫头心眼太多了 当时词粉可是把那英骂上了热搜头条 说杨子遭受了欺凌 现在搜代他们两名字的词条 还是那英以老卖老欺负杨子 看了和那英那个 想说的是 哪怕是游戏是玩笑 也不是可以做触及底线的事情的 举个例子 如果我和别人玩游戏 有一个人是卧底 为了赢他发毒誓 说自己绝对不是卧底 或者其他触及底线的事情 我会相信他 但是最后发现他是卧底以后 我会选择远离这个人 都是兄弟 杨子一直以来的形象 就是大大咧咧的 但是有很多和他合作的男演员的粉丝 其实都不怎么满意 非常害怕他插鼻孔 邓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记者问他拍吻戏前会刷牙 或者是漱口吗 然后邓伦回复 杨老师永远在和我拍吻戏之前 就是该吃什么就吃什么 该吃饭就吃饭 马上就要拍了 在现场站着 还在旁边拿着鸡翅啃呢 拍吻戏前不刷牙 还吃有味道的东西 是没素质还是可可爱爱啊 所以拍吻戏时候 如果对方嘴里还有食物残渣 会恶心到想吐吗 算不算工伤 在杨子和马天宇拍摄的 《我的莫格力男孩》里面 杨子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举动 比如在警车后面狂倾马天宇 马天宇表情非常的困惑 在马天宇接受采访的时候 有接着问他 刚刚看到杨子在戳你的鼻孔 然后马天宇回复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加这些东西在里面 我当时都快疯了 如果现实中有人这样对我做 我会觉得非常恶心 在杨子和李宪拍摄的《亲爱的热爱的》里面 杨子也有一些名场面 比如他把李宪的嘴给用手捏起来 然后咬住 李宪表情非常非常的困惑以及不解 在李宪后来的采访中 我们也得知 这个场景在剧本里面是没有写的 完全是杨子自己家戏 在杨子和乔振宇的一部剧里面 杨子在拍喝醉酒的女人 有网友说 她是借机掐胸凯游 手的动作很明显了 乔振宇表情亮了 是不是真的 咱们也无从得知 但是可以看出 乔振宇非常痛苦 有的网友不禁感慨 但凡任何其他艺人 不管男女 都是能被骂退圈的程度 在胡辣汤四周年的热搜上 甚至还有人罗列出了杨子 这几年做的各种 让人不能理解的事情 其实这里我觉得 大家对杨子的形象 已经有一些打折扣了 如果非要仔细地分析的话 就会知道 她这三十年 确实不是在娱乐圈白混的 手段还算是比较高明的 真粉丝送热搜去网 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情 是让我对她滤镜最破灭的 挂了自己的粉丝 还亲自把自己的课金粉 送上了热搜 然后让粉丝被网爆 前面提到杨子和秦俊俊的恋爱期间 非常的恋爱恼 然后她的粉丝就为她操碎了心 这个时候 她工作室处的日程图也特别的丑 台阶都歪了 在流量明星这个圈子里面 日程图算是一个形象吧 随粉丝为她操碎了心 但是杨子觉得 你们不应该太关注我的私生活 然后还有这些东西 你们看我的戏就好了 当然她的言辞要比这个要激烈的多 比如说 还说我怎么了 我做什么让你们觉得丢人的事啦 好 我现在要求你们到30岁不许恋爱 你每天都在电脑面前 给我刷刷做空评 稍微不好 我就怼你们 可以吗 有一些粉丝因为被无差别攻击了 觉得自己被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所以就发微博说不粉她了 没想到她真的回应了 她在底下评论 赶紧走赶紧走 我是真惹不起 你们打着爱我的名义伤害我 真心要不起 走 接着就是她送托粉粉丝上热衣 引导了一场大型网报 当事人后来抑郁症 在直呼代图发过答案 当时粉丝还在幻想着 可以能帮她撤一下热搜 但是并没有 挂粉丝引导网报 是网友对于一人 除了刑事犯罪的底线之一 只能说杨子自从离开欢瑞后 各种黑料层出不穷 鱼圈路长 姊妹以后还是得谨言慎行